下一张图 这就是为什么咱们这张要有两个文档 这个文档实在 我就放大你也看不清 写的太乱 而且这个七的东西 这个结构太复杂了 所以为了让你理解 我呢 从六的老版本几栋给你讲 讲完之后你拿着一套 今天给你就明白了 那一跟六啊 包括跟五啊 这种老版本的顺序啊 全部都一样 看着吗 开机进BIOS BIOS呢 告诉你MBR 去MBR找去 那MBR512战区 512区投446战区 告诉你 grab菜单 grab菜单呢 告诉你 加在那盒 这两块其实在杠boot里 那到这 446字节那 告诉你干嘛呀 告诉你去这引导 哪啊 这就是咱们杠boot的分区 那咱们今天 首先咱再讲讲杠boot 杠boot的分区是什么东西啊 这东西就是咱们装系统的时候 你记得啊 第一个分内区 多大 200兆 这200兆是什么东西啊 或者咱们的 启动相关的这些数据 说200兆就够了 对 200兆就够了 这里边最重要的是什么东西啊 你按大小排一下 你就知道了 最重要的就是这个 啊 4.7兆 你看这哥们多大 是吧 当然他不是最大的啊 4.7兆 这是什么 内核 一种把分区啊 就是引导善区单独分出一个区的管理博士 最早是Linux独有的 后来呢 这个 这个扣不要脸的比尔盖斯 这个觉得挺好的 他在他的这个 应该是从2003以后啊 他也用了这个东西了 我给你看看这Windows4盘里啊 你发现以前装XP 装什么Windows98 没有这个 就是说你那C盘D盘 前面还有一块那个 没有盘幅的善区 这个慢的 哎呀 真的让我想自己花钱 换一块这个SSD硬盘了 你看这 这硬盘就是不肿啊 这让他读着吧 咱们不着急 那么 这个做法会是有什么好处呢 他把几东相关的东西都搁在这里 说Windows为什么100兆就够了 说你这Linux200兆 因为Linux开源呢 咱们里边这个内核不止一个 咱可能有很多个内核 有7到7 6的时候这里边就搁一个内核 7你看还有什么Rescue 还有一救援模式内核 你看他跟那个原内核是不是一边大呀 是吧 这是7的一个新特性啊 就是他夹了两个内核进去 这个是作为救援的 其实跟这原内核一样啊 我看到那边打开了吗 哎 这个慢 哎 打开了 讨厌 手欠了 你看啊 CD啊 我这个区装了个Linux 所以你这也看不着盘幅啊 这个这个区我装了个 真机的Linux系统啊 就用了20多个G这个区没有也没有完合这个区是吗 就是微软他学Linux系统做法啊 这个就是他因为咱们开源文化嘛 开源文化这东西就是就是让人学的 以前第一节课也给大家讲开源文化 线下就问就是陈老师这个假如有个哥们开源的拿走了 改完了没有开源的放回来 闭源了 然后自己拿挣钱去了 这个法律上有什么制裁吗 嗯 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 没有啊 开源这东西啊 没有什么 起码现在啊 就是我我所知道的 没有特别明确的说法律上怎么制裁 因为本身GNU这个组织 他就是个 咱们就是靠社区的 你很多Linux的发行办法 包括TheBand什么的 他都是靠社区文化 这东西没有法律上 说我我制裁你 没有这个 那说这个 这个那一点折没有吗 有 我们Linux圈 咱们开源圈啊 最高的惩罚机制是什么呢 呃 鄙视你 就是鄙视你 这孙子怎么这么操蛋 是吧 就鄙视你啊 所以在我那些人处 我对比尔盖斯 我认为他就是个商人啊 他是个伟大的商人 不错 所以你看Windows操作系统 一年好一年坏 就是什么呢 就是微软当时 比哥在的时候就留下这传统 他一年在销售部 一年在研发部 他在销售部那一年 卖的特别好 Windows卖的特别好 license 那他在这个 但是那年做的这个系统啊 不太好用 他在研发部的时候 哎呦 研发这个产品特别好 但是卖的就一般了 你仔细想想是不是 是呃 酒吧 温蜜 XP XP之后什么呢 呃 这个 威斯塔 威斯塔就不好用了 然后 XP就好用啊 威斯塔不好用 然后威斯塔之后呢 这个温G 温G就好用啊 然后就是温8啊 温8 这个大家也晓得 是吧 就是这个 威斯塔现在还是 好像还是沿用这个传统啊 那么这些 这很多他都是借借吧 咱别说偷啊 孔一级同志教育 我们说这个 呃 搞知识分子 搞学问的 不能叫偷 那叫借啊 其实借也不对 这叫什么 这叫借借啊 借借 你看啊 这里边就是内核啊 Windows那里边 其实他那个分区 就是杠布他啊 那么Grab那512的 头446就告诉你了 大哥 启动过 启动去这找啊 到这个分区 找谁啊 首先你不得找的内核吗 内核在这的 嗯 内核多大 四兆多 这就是莱纳兹那天晚上 喝大的骂街 第二天早晨 开发出来的东西 当然开发出来 当时没有那么大啊 比这小的多啊 小的多 咱们Linux能有今天 还是要感谢 伟大的莱纳兹先生啊 没有他就没有咱们Linux今天啊 咱哥几个可能以后 就不能拿这玩意儿挣钱了啊 所以莱纳兹先生 就是说很伟大 所以后后后人为了纪念他 内核 哎 拿他名字开头 是吧 这个这个VM表示是支持 虚拟化内存技术啊 后面就是他名字啊 莱纳兹先生 当然我这么说 我再次强调啊 这我们永远的纪念他 不是说莱纳兹先生已经去了啊 莱纳兹先生还 还尚在啊 尚在啊 还很贴实啊 依然很爱喝酒啊 这个 这咱们还还还活着呢 挺贴实的啊 老先生还是很硬实啊 呃 比我师父大个十几岁吧 大概是啊 这个都是这圈里的大牛 他现在依然在这个 这个开源社区啊 在那么红帽社区里边去 这个做这个 内核的这个就是 开发工作 研发工作 现在最新应该是到3.16了啊 还是莱纳兹先生带队啊 这开源社区 就是咱们这红帽社区啊 说实话 是个大牛 集中营啊 里边很多很牛的人 以前咱们介绍过 说这个 如果这个红帽的服务 是吧 为什么他这么牛啊 是红帽的服务 你如果解决不了 绕地球一圈 没解决 最后啪 扔社区里 分分钟有人你搞定啊 分分钟 像莱纳兹这级别 可能排不到一流 他在里边 这就属于说 算比较高的啊 但是比他牛的人有的是 真是有的是 就天外有人呐 天外有天呐 那么这是这内核 除了这个内核文件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文件 是这个 叫INIT 什么什么玩 INIT 什么什么玩 这个 这个文件是干嘛的呢 你看 这个文件很有意思 这个文件很大 你看这十几兆 其实他呀 原来也是内核的一部分 后来为什么分出来了 你内核要搁这么大 启动会极慢的 所以他怎么办呢 你看INIT嘛 这就启动的意思嘛 INIT 以前那个 咱们不就用INIT这种 来启动吗 是吧 红帽6的时候就用INIT啊 说到这 咱们打开个红帽6啊 因为咱们得对照一下 就这张特殊嘛 是吧 就这张特殊 咱们得打开个红帽6 你看6 我6的虚拟极多 为什么 解一线生产 好多还是用6的啊 运维的那些东西 好多用6的 讲什么分布式 Hadoop 好多都是在6上玩的啊 什么Oracle 这都是在6上玩的 你Oracle现在12C出了 谁玩啊 都是玩11G 你节里现在用10G的 比11G还多的 是吧 你让他升级 那老费劲了 我这数据全国的那么多 你让我升 我就升啊 你Oracle光顾挣钱了 那我升不上去 我没法升 我那么多数据的 是吧 你这万一升堪了 是吧 全国人民不得要了我命啊 是吧 不得要了盒钱 嗯 咱们看看6啊 咱们对照着 这样的话 你好理解啊 这张还是非常重要的 我个人认为这张学会了 CSA你就算过了 看一下 你看6就简单一点 它里边就一个内核 一个这个 INIT的这个 这个啊 一个INIT的文件啊 里边还有一叫什么 什么KDOM的文件 看是吧 这就咱们装机的时候 你这最后那步 是吧 我说有一个什么KDOM那钩 我说生产一线一定要选上 呃 咱们学习阶段一定不要选 是吧 生产一线为什么呢 就是你一崩 跟这个有关 这是什么呢 这个东西其实啊 就是系统启动 有些重要的数据啊 它这个文件的好处 就是他把这些数据啊 回头直接就把它扔在谁啊 内存里 RAM嘛 其实就是内存 这个从名字 你就是要干嘛呢 就是把系统启动相关的 有些重要的文件 啪唧 直接扔到内存里 它是一些文件啊 是一些文件啊 你看这个号跟内核 是一门一样的 它原来是内核的一部分 但是呢 为了加快启动速度 把这些东西啊 直接扔内存里 就出了这么一文件 而当你崩溃了一瞬间 会把这些东西 用KDOM的这个机制 做成一个文件 那么你从它就可以直接恢复 恢复内存啊 那你机器那些数据 你所有的数据运行 不都是跑在内存里吗 对吧 CPU运算 内存里在跑 是吧 跑出来结果 割硬盘上 对吧 这是咱们的计算机原理吧 是吧 那么这是这几个文件啊 内核 INITRAM的文件 这个KDOM不是特别重要 最重要的还是这俩 最重要是这俩 那么咱们对照G来看 G的话 你看啊 内核 多了一个内核 这是Rescue 咱们一会有时间要用这个啊 这是救援的内核 所以C为了增大 这个增强这个系统的稳定 和安全性 他给你把救援模式 单独做的内核 跟原来内核一模一样大 一样 一模一样的啊 这儿呢 看哪个是啊 这是那KDOM文件 看什么 KDOM文件就一个就得了 这儿 注意啊 也是俩 一个是 内核 直接扔给内存的这些重要文件 跟内核版本上一致 还有一个也是Rescue 这个Rescue 对应的是这个Rescue 这个对应的是系统内核 这这就清楚了 是吧 6和G对比就清楚了 但是KDOM不只有一个 因为你崩困的那一瞬间 存一个文件就得了 对吧 KDOM文件只有一个啊 好 这是这 钢铺的分区里最重要的几个文件啊 那么 咱们拿6说啊 那么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什么 咱们说了 那个引导那不就叫Grab吗 那咱们看看这个文件夹 6里边 这Grab里一堆东西 这些是什么呀 有的是驱动文件 有的是图片什么的 最重要的是哪个文件 叫Grab.confor Grab.confor 这个文件啊 这个文件啊 在6那个年代 老公人是要求是在那手写的 老师你别揍了 这玩意你背的过吗 这咱们想办法就背过了啊 Grab文件里是什么东西呢 为了让你背啊 我跟你先说说 Grab文件里真正 咱们说原来那Grab 他那个Grab 那个bootloader446 不是不够大吗 是吧 那怎么办呢 搁在这里边了 这里边说什么呢 首先default等于零 什么意思 你看啊 这个系统的内核 一个 系统的时候是单系统 如果你的机器 如果装双系统啊 记住啊 从Title开始 到这什么IMG结尾 这是一个系统 这一个系统里包括什么呢 Title是名字 然后呢 从哪启动 Kernel NIT文件 是吧 Kernel和IT文件 肯定是对应的 对吧 从这开始到这 这是一个操作系统 如果你装双系统啊 底下会再出来一个Title 什么什么什么 也是有这一套 是吧 那如果你这写成零 表示从第一个操作系统 起动 默认的default 从第一个操作系统 如果default等于一呢 就是默认从第二个 这个明白什么意思吧 Title等于五呢 就是说咱们一开机 那不是独秒吗 是吧 你要是不直接回车 他就得独秒 然后才从默认的这个零 起动 是吧 呃 这一句 你看他给你介绍 这内核里面 这些东西都干什么 他说呢 呃 这东西是用Anaconda写的啊 这后边咱们会介绍Anaconda 到CE的时候 咱们讲一些东西 这个Anaconda是个蛇的 是一种蛇 他说了 他说 呃 所有的Kernel和NIT这个路径 都在这个杠布的下 然后他跟你说了Root 什么什么 这个Root 呃 这一张其实最难理解的 一个词 就是Root 你要理解这句话 这一张你就算学会的 就是Root 不一定是根 Root 不一定是根啊 咱们现在说老师 这个根不就是杠 就不就是根分区 不就是Root吗 不是啊 他这个系统启动是这样的 他首先 真的只是一个位置 就是那鞋盖 只是一个位置啊 Root 表示什么呢 启动 系统启动 从哪启动 HD0 逗号 0是什么意思 HD表示硬盘 0 是第一块硬盘 这个第一块硬盘上的0 表示第一个分区 就是 你从哪启动啊 第一个硬盘的第一个分区 那你想想第一个硬盘 第一个分区是谁呀 FD4个-R 我让你看看 第一个硬盘的第一个分区 SDA1嘛 是吧 咱们之前讲过设备讲过 SD表是硬盘 A是第一块硬盘 B是第二块 E表示第一个分区 对吧 这分区是谁呀 123456 你往后倒吧 咱们那英文都是3 按1000 一进制是吧 默认单位这是字节 往前倒三位是K 呃不 什么 你现在默认是K啊 往前倒三位是兆 204兆 就200兆吧 124等于兆 老外都上1000位机制单位的 你比如他说 他说一万 他不说一万 他说Ten thousand 对吧 那204兆 这是谁呀 这不就200兆 那杠部的分区吗 第一个硬盘的第一个分区是谁呀 杠部的分区 所以你看 他开机认为谁是根呢 这就是我说那句话啊 根不一定是那斜盖 啊 斜盖那不一定是根 刚上来 其实杠部 他是那个根 跟你现在看到的这个根 不是一个东西啊 这个根是一个位置啊 那么好 那么把这个杠部的分区挂成根以后呢 他告诉你 内核在哪呢 内核在根下 VM莱纳兹什么什么这版本 我说不对呀 你看啊 这写的是具体的 VM莱纳兹2.6什么 说这玩意好像在杠部的下 为什么这直接写在根下呀 对呀 因为你这儿不是告诉你 现在的根是杠部的吗 所以他必须在根下 现在明白这意思了吧 就是说杠部的在开机的时候是根 什么时候不是根了 后边 Root等于D微线的SDA2 SDA2是谁呀 看 SDA2 这多大呀 123 这倒照了啊 123 到G100个G 这是那斜盖 记得吧 咱们分磁盘时候 分那斜盖 这是那个SDA2 这是那个根 也就是说 系统刚起来是干嘛呢 系统刚起来 把杠部它当根 挂在根的位置了 然后引导起来内核 然后等到 而且这个时候你注意啊 他这个挂上去 是一指读 我是挂载的 挂载完了之后 才会真正的 就是等这个系统 把内核什么这些东西 都读完了 你看这NIT 这不是也写的是在根下吗 读完了以后 真正的 他才会把SDA2 当做根给挂上 这是系统启动的这个流程啊 这块最难理解的就是 这个斜盖不是根 你一定要明白这意思 开机的时候 系统是把谁当根了呢 杠部它 第一块是自盘第一个分区嘛 把杠部的分区当做根 然后挂在根上之后呢 读取了内核 这两个东西的文件 一个是真正的内核 一个是内核里边那些重要的 直接搁在内存里面的文件 而且是以止读模式挂载的 止读模式挂载的 挂载完了之后 读完了内核这些东西之后 启动起来之后 才会把真正的那个根 就是那斜盖挂在根 这是系统grab里面的东西 这玩意儿啊 是需要背的啊 这玩意儿怎么背啊 这玩意儿好背 我跟你说 这里很多东西不用背啊 你比如说这 这注释肯定不用背吧 是吧 不用背 然后呢 default能量 这还不好背 是吧 timeout能有五个时间 足五秒 是吧 这个 这是什么呀 这是那个 它起来不是 寅导是有个图片吗 这其实那图片 它告诉你在哪啊 在这个HD00 就是杠布的分区下 有一grab 下面有一个sp area 你看有没有吧 杠布的下 有一个grab文件夹 有一个sp 你看有吗 对吧 就这个 但是说的实在坏 你说这开机 有没有这背景图 意义重大吗 不重大 咱们可以删掉的啊 下一句什么 head menu 隐藏菜单 什么意思啊 先不保证退出啊 这个6启动的时候 很明显啊 机现在就不明显了 那系统启动的时候 其实它那个 默认6启动的时候 是那个有一个菜单 这菜单是隐藏的 就是你看现在 这些字啊 这这多难看啊 所以6启动设计的时候 不让你看这 让你看什么呀 你等一下啊 这个启动起来 你看这读秒 5秒吗 是吧 直接让起来 你看启动的时候 是没有那些 滑达滑达那些字符的 你看它弄的一阵子 哎这条 这多好看啊 你要想看那东西 你得这样 ESA 你才能看这底子的字 你要不问这个 你只能看这个 但你说 隐不隐藏 这后边这 不好看这字 重要吗 无所谓啊 谁谁会关心这个 所以那一行 原则上也不用背 为了加快启动 咱们火源快照吧 哎呀 火源快照 咱们接着看啊 加总 那不先挤着啊 呃 老版本的这 力量启动 加载内核 那块 加载完了之后 读完grab 进去以后呢 等会啊 哎好 咱们接着看这啊 M-confer 下的grab 下的grab 点confer 是吧 看啊 咱们先说这grab 这个文件背 为什么好背 你看啊 这些都不要了吧 这也可以不要 不要图片了吧 也不要隐藏了吧 title title叫什么名都行 你就不愿意记这么长 你起个简单点的 比如说你 是吧 你起个比如就 是吧 也可以嘛 是吧 非得是红帽吧 是吧 呃 底下 这句什么意思 就表示启动的时候 要把谁挂在跟上啊 第一个词盘的第一个分区 是吧 底下 内核 VMD纽兹 这个都好说 用诸多方式 后边是用的UUID 这UUID是什么意思啊 这个没讲词盘 你可能不明白 咱们系统里啊 什么sd1 sd2 系统里不愿意用这个格式 他愿意用UUID 这UUID是什么呀 这比较像什么呢 网卡的mark地址 啊 你看咱们每个机器 是不是有一个网卡的 这个mark地址啊 就是这个东西 IP 1.168 100.1 这个哪个机器都可以试在IP 但是mark地址是唯一的啊 前三位是厂商的标识 后三位 这是自己的这个标识 所以全世界上每一块网卡 mark地址都不一样 这UUID就是 全世界每一个设备的UUID 都不一样 这有什么好处啊 你现在如果是挂一块硬盘 这个第一个杠部的分区是sd1 万一你又插了一块硬盘 那块硬盘变成主硬盘了 您这就变成sdb1了 所以系统怕出事 所以系统愿意用UUID 但是如果你实在不愿意 UID呢 你还可以沿用 DV一下的sd a2 是吧 这是那真正的根吧 是吧 后边是什么呢 后边是那盒的参数 比如我们的这个系统起来 这个 静默的启动方式 键盘呢 用美式键盘 什么这些东西 什么 这些其实说句实在话 是不是 这个语言用什么英语 这些是这样的 就是说 如果系统在检测你啊 这个启动的时候 如果这些数据是没有的 系统会到内核里调取默认值 其实默认值就是这些 就是默认值就是英语 美式键盘 什么这些东西 这些你完全可以不写 他会从内核里调默认值 当然如果你写了 他会按你这个值啊 咱们给内核传参数 就这么传 直接写在这一行里 你比如系统启动的时候 我想让你进入单用户模式 直接写single或者写e 他就进单用户模式了 如果没写呢 他就按默认的来 没写美式键盘 他就自动到内核里找 所以后边那些东西呢 你原则上也可以不用写 这个是INIT这文件 其实真正这graph有用的 就这么一二三四五六六行 而且这些都不用记 这些都有方法调出来 这是这个graph 小泽先生老师 你都改成这样的系统 能起来吗 你看能不能起来 这边他起着 咱们一会看 好 那么这是咱们到内核这步 听懂了 再从头导一下 开机电源 进bios 选择从哪个 哪个东西启动 硬盘还是光区 如果硬盘的话 第一个512兆 那个第一个扇区 是吧 里边呢 头446告诉你 大哥去grab那边找啊 干部的分区那边 是吧 你到grab里一找 干部的分区里 一找grab告诉你说 怎么加载内核 怎么加载NIT 然后你就找 找那个干部的分区里的 内核grab 内核和NIT 加载上了吧 加载上进来再下一步 运行NIT进程 这个咱们红帽2C讲过 红帽2C第一个进程是 C3D 红帽6是NIT 这两个几乎是一样的 就是系统的第一个 启动进程 红帽6叫NIT 红帽7叫C3D 所以这张一定要把两个 交叉着讲 你看这不起来了吗 是吗 我把重要的都留下了 不重要的都删了 好进去了啊 哎呀 来来来来 PS3 看 红帽7 我用PS3看的话 你看 第一个进程 是不是叫这个 叫C3D呀 红帽6第一个叫INIT 这真正系统内核 引导完了之后 你的第一个进程 叫INIT 然后他再啪啦啪啦啪啦 提一些自己进程 那么在几种流程来说 提到这个进程之后 提什么呀 他会第一件事干嘛呀 提到这个进程 会读取ETC下的INIT TAB 这文件咱们在讲 C3D的时候也提过一次 对吧 VMETC下的INIT TAB 哎 看一眼 咱们当然还逗呢 说这文件 全是废话 只有最后一句是真话 就是系统启动 那个级别 这是咱们上一张 前面那张讲的 C3D 五级别就是图形化嘛 对吧 默认是从图形化启动 就是说系统 在INIT进程起来之后 他先要判断 我要进哪个模式 是吧 这几个模式 咱们不用再介绍一遍了 如果要是忘了的话 看一下上一张 咱们说的 那么 比如说进五模式 然后他要干嘛呢 你看这三个事 都是从这引出来的 第一个事 执行ETC下RC C.D下的RC.SysInit 咱们看看这个吧 ETC下RC 点D下的RC.SysInit 你看 老师我看不懂 对 你现在这阶段 肯定看不懂 你学完背事编程 也不一定看得懂 这是老美写的 这个系统启动的 这些东西 这东西干嘛呀 你看 hostname等于什么 等于B线的hostname 就是干嘛呀 包括network 查找一下 这地儿 有没有这文件呀 如果有这文件 怎么怎么着 设定主机名 如果没有这文件 那么主机名 设置为什么logos 你现在看不懂 没关系 我告诉你 这文件大概干嘛 就是 开机的时候 设置那些参数值 什么主机名 等于什么呀 这个光盘 什么的 要不要弄了 什么这些 Synix怎么设置啊 就是系统启动的 那些参数 明白了吧 包括你防火墙 怎么着啊 是这些启动的时候 这些参数 他以脚本的形式 写下来了 以后如果你学到脚本 那张 我告诉你啊 讲到什么程度 就要脚本学明白了 你这些东西都能看懂 就算脚本学明白了 这个文件 以及什么呢 你看啊 接着我一下 还要执行ETC下的 RC.D下的RC脚本 这是什么意思 看呀 ETC下的RC.D下的 看啊 这么多呀 RC0123456 这是什么意思啊 这个意思 你看啊 他这有一箭头 指到这边了 RC01234 你这个地儿 写的是5的话 他就会执行 这里边5.D的脚本 如果这写的是3 3咱们讲 也是节用的 这个Multiuser 是吧 多用户模式 他就会进来执行 3的模式 你看他默认这个线走的是3的啊 默认走的是3的 企业里边走的是3的 那么这个里边的脚本 比如说咱们看一下RC.D RC5吧 5.D下 说这里边都是什么呀 你看这里边有一堆这个文件 说里边有个规律啊 不是K开头的 就是S开头的 什么意思呢 这个意思 咱们随便看一个 ETC下的 这样啊 ETC下的 RC.D下的 比如说RC 5.D 看谁呢 这里边是不是全是这样的 你会发现这里边这些东西 S开头 K开头 都是快捷方式 这些快捷方式 是什么东西 咱们挑一个咱们熟的 httpd 我告诉你 这里全是服务 你比如说这个 它是K15 httpd 这是个快链接 软链接 指到哪呢 指到它上一层目录 INIT.D下的 httpd 那咱们看一看 它上一层 ETC下的 RC.D 这不是上一层吗 INIT.D下的 httpd 看 这是什么啊 在红帽6里 System 5的服务 这叫启动脚本 红帽6体服务 是用的什么呢 Service http Restat 红帽7是用的什么呢 System Control Restat httpd 语法不太一样 这红帽7末人 没有装httpd 知道为什么 我老拿http说事了 这个好对比 咱们讲熟一个 后边好说 到红帽 RCE阶段 我第一个服务去讲它 其他官方讲 第一个应该讲DNS 但是我第一个讲它 你好理解 红帽7是用的System Control Restat httpd 然后你看 ps 又 x 这哥们是不是起来了 是吧 红帽6是用的Service 什么什么什么 Restat 然后你PSUX 你JREP Restat 你看是不是也起来了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红帽6是用的这种条本 其实红帽也是 这个里边也是要一些参数文件 Service什么什么Restat 这就是它最后那个参数 当start的时候 后边的参数跟的是start 是Restat 是start 它执行了什么呢 这一堆 真正在脚本上 怎么把这服务器起来了 这么起来的 你现在看不懂 程序里边是这么停的 Redout的什么意思 它这么读的这个系统配置文件 包括这个Restat 是什么意思 Restat就是先stop的start 这是一个控制它启动停止的一个脚本 那这个脚本都存在NIT点 RNIT点底下 这是真实的东西 那么咱们说 那这里边存的是这个K开头 S开头是什么意思呢 是启不启动 启不启动 Ryu里边用这个config 杠杠list 这里边写的是这个服务 Ryu是用这个模式 就是你比如说 这个config杠杠list 比如这个服务 在这几个模式下启不启动 五模式下 这个服务是开的 三四五都是开的 一二和六都不开 它是这么来界定 那咱们还是拿这个http举例 JREP HTTPD 你看 现在五模式 Apaq是不是不启动 是吧 E是用的什么呢 System Config Enable 是吧 是不是Enable Enable就是启动 Desable就不启动 Ryu是用的 checkconfig这种方式 你看 我现在定义的是 五模式不启动 五模式如果不启动的话 你在这个五模式文件夹下 对应的这个快捷方式 它就是K开头 如果我checkconfig httpd 那我再查一下 你发现这是变成S了 表示启动 你不信你看看这 你看现在 二三四五 五模式是不是启动 你发现前面这个K就变成S了 它是用这种机制调用的 就是说你开机 你读到这了 比如说你是五模式 那就读五点滴下的文件夹 它五点滴下的文件夹 它会干嘛呢 把所有S开头的这些快捷方式 所对应的服务都启动起来 它是用这种机制来定义 所以说哪个服务启动 哪个服务不启动 K开头的统一不启动 那我问个问题 你说0到7这几个文件夹 哪个文件夹K开头的最多 你看看这个文件夹 EDC下的RC.0 RC0.D下 你看差不多全K开头的 是不是 那肯定了 因为0模是什么 是关机啊 那你肯定这些服务都不会让它起来 只有这个是启动 你看启动俩什么服务 一个服务叫KOR 一个叫关机 就是先把这些都干死 再把自己关上 就这么俩是S开头 启动的 表示启动这两个服务 剩下的服务全停止 它是用的这个机制 这个机制来控制说 这服务启不启动 开机 咱们再捋一遍 到这LIT了 启动读这个 比如说进5模式 那它就进5.D这文件夹 5.D文件夹里边 把K开头的全部启动 S开头的全启动 然后最后到这 这叫什么呢 这个机制就是咱们登录界面 那么因为它默认这是进了三模式 所以登录界面长这样 如果是5模式呢 就是那图形化登录界面 到这系统算启动完成 到这算启动完成 开机按电源进BIOS BIOS告诉你 从硬盘启动还是光盘启动 读第一个扇区 第一个扇区告诉你 大哥去Grab里边找 Grab告诉你 哪是Kernel 哪是INIT 加载完了之后 启动系统第一个进程 INIT 然后呢 系统会读取 ETCX-INT-TAP 它告诉你是进三模式 还是五模式 是吧 要读一下系统的SysInit文件 那么它告诉你 系统主题名 什么这些东西 怎么设 是吧 然后呢 对应的进那个 对应的文件夹 告诉你哪个服务要起 哪个服务不起 这些服务都是INIT下属的 一个子服务 是吧 最后一步 到登录界面 你输账号密码就进去 不输就停在这 如果你这个图能听懂 我问个问题 你要能回答上来 说明你听明白了 你觉得这系统管理员 一定要有账号密码 才能管理这服务器吗 就是说 你这系统 比如说这些服务 你是需要登录进去 才启动吗 不是 真正在企业 比如在做DBA 做那个就是运维的工程师 他不用知道 每个机器的服务器的账号密码 为什么 服务在这个阶段 该起的已经起来了 该停的已经停了 你不是说 非得登录系统 这服务才能起 说我阿帕提服务 我非得登录进去 才能启动吗 不是 你就停在登录界面 这个书账号密码这 他该起来就起来了 所以真正在机房管理的时候 不是每台服务器的账号密码 都要给这个机房管理人员 不用 他这服务能不能起 Windows也是这样的 你要是玩过0822 1222 你就知道了 他也是 他停在登录界面那 你不用非得进去 他服务该起就起来了 这是启动流程 6的 7的跟他几乎一模一样 6的好理解一点 1的话 咱们理解了这个基础上 咱们再讲个好讲